这一篇因为我写的真的很好 为什么 这一篇它要谈的理很深 但又不能写到让你们看不懂 所以又要化繁为简 所以我比如说 到底为什么将不具有致病功效 我就用具有来比译 有没有 这样一形容 你们应该都看得懂 那为什么 它是药性而非成分 比如红豆干 对不对 因为它是热有效 这个也谈出来 所以到最后就引到现在的题目来了 那这样原来能够让我们养香保健 改善热能的 就是怎么样 药性 那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如何选择 到底吃到的是含氧还是热 我们就要清楚了 那你怎么清楚 如果你照以前的书 你已经永远备不凡 随便讲 错 你到底怎么知道它是含氧 它是酸 但酸 酸的以前如果中药 它无位子就是脊酸啊 但是中药却写它 酸 温耶 性温耶 你不信去查中药 好那你照中医 那又有不准之处 那你以何为标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花了很多年 从重病患者 他们只要吃到什么 然后就不舒服 我就开始记录 医记录之后 再把它归零出来 所以我那个以前中药是由神龙藏白草 我一直利用这个方法 但我的神龙氏是由众多的病人 他们藏了 不舒服 我就知道这个寒凉 然后慢慢归 我就发现味道最主 从味道 那现在你们根本不用去背 要不然中药它的药性 很多每一位都要背 比如说人参肝 唯骨 性温 那你每一个背 背到现在这个年龄 我看年轻辈的早就忘光了 就像我以前考试的那些药性 我现在很多都忘记 只有少数几位还记得起来 那你们呢 年纪又那么大 记忆力也没有我好 我看算了 那从哪里是最不会忘呢 舌头 好 那我告诉你 从这里去变 铁酸鼠寒 所以糖尿病为什么不能吃 因为糖尿病本身是 集含体质的 他不能吃不是因为糖尿素升高 糖尿素跟生病无关的 是重点在这里 那这样糖尿病你了解了 那酸 糖尿病酸的人吃吗 当然也不能吃了 理中的就是知道要禁忌什么 而不是像西医讲 只吃这种糖分 了解吗 那这样就有所偏 好 那甜的一定是不能吃的 重病 甜的少吃 了解喔 你看所以重病有时候咳嗽痰多 以前我当中医师也会叫人家 不要吃甜的 会生糖 以前也不知道连理 原来甜鸡汉 酸 酸的有没有一句话叫做 望眉止咳 闻酸流口水 有没有 我听到酸还有一点快流口水 那会流口水的一定是怎么样 痰 因为你看脑中风也是流口水 知道吗 就知道 简单的讲 以后你们看菜端出来 那你看就开始流口水 那一定含 不能多吃 即便再好吃都要稍微静一下 了解吗 酸一定是含的 所以醋 一定含酸 甘咸蛋 我本来是写甘咸最后还是把蛋写下去 甘 甘譬如说 甘草 黄芪 枸杞子 红爪 这没有稻田 但比田还少一点 所以我称为甘 好 那这个甘 它没有像田那么寒 所以它偏凉 了解吗 所以外面很多说 保养用黄芪 枸杞子 红爪 那是有问题的 那持久还是凉 了解 身体越来越好 得不常吃 咸 酱油啊 盐啊 那个就是凉的 了解吗 所以种地不能多加 也是这个道理 淡 什么叫淡 菜都很多都淡味 还有酪梨水果 像酪梨 那个也是淡淡的味道 有没有 只要淡都是凉的 所以 但是如果蔬菜我是不净的 为什么 它淡淡的你经过煮过之后 它那个药性就会变 凉就会接近你的皮 那如果你又懂得加调味药 它就变温了 所以我不怕 所以蔬菜的我比较不净 但水果你就要温 好 心 心喔 葱蒜 那个就有心微 还有中药就有很多 像细心 麻黄 金戒 防空 白子 古家皮 威林仙 这一系列几乎都是新温 新温要中药太多了 所以心属温 姜也有新的味道 但是它有两个味道 心又辣 它两个 所以它既温又热 所以它不只是温柔 它再 它又有热 所以它介于温热间 它比人生还要温热 但比辣椒还要温和一点 是这样的 那里面就可以温了 好 那再来 辣 辣椒就不用讲了 辣椒很多 我说 以前我也不吃辣椒 现在我自己都开始学吃辣椒 那我不敢吃多吃多 然后就一直眼泪汪汪的 流不停 我怕辣 有些人很会吃辣 有些人就真的不行 我是学着吃 那还是要与个人能接受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苦则不定 但多有含量 只有在中药 我找出四位 是天宜温的 哪四位 当归 当归有苦的味道 但他是温的 人生 当归 荣间的时候 有一点苦的味道 但是他是温的 父子 父子 酒间也有苦的味道 他是乐 还有吴朱银 吴朱银苦涩 他是乐 除此四位之外 任何苦的味道 都是含量 你记住吗 苦瓜 也是 年子新 有没有 也是 黄年黄晴 黄国 什么 阴城 这些苦寒的 熔丹草 苦的 全部含量 还有你们喜欢喝的咖啡 咖啡 咖啡什么味道 苦 所以他是凉 但是还好一点就是咖啡 经过都是主乐的喝 所以又会去掉他的一些药性 所以我把他偏到于凉跟品之间 但还是偏凉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建议说咖啡不宜酒吃 会有咖啡 倒不是那个 他是在谈成分 成分还不注意影响 真正影响的是 含量 热冷 消耗热冷 蛤 各位问是什么味道 苦甜 他一定是含量 还要说 甜也是含 苦也是含 那你说他会是热的吗 所以不可能 所以这一看就知道了 好 所以这样变准不准 非常准 所以中药的书 如果跟正理违背 你要相信中药的书 还是相信正理 我建议你们相信我正理 所以为什么五位子 他酸性温 我不相信 酸一定是凉的 寒的 梅子一定是寒的 我梅子渴嘛 对不对 所以怎么会是温的呢 那是不可能 所以原来我们的书也会写错 神龙氏也会有骗错的时候 不要尽性输 了解吗 好 所以从这里是最准 然后又容易变 你们吃什么 你们神龙马上就知道味道 马上就知道你今天吃多少含量 好 那再来以内分 其实水就是淡味 所以它偏准 但是它有分 冷开水跟温开水 如果温了 那就接近平 了解吗 他 凉开水 冰开水 那就凉了 那就没话讲了 所以 因为你 冰开水喝下去 到最后出来都要热 那要不要消耗热 那当然要 那你一想就知道 它怎么会是热 那温开水 它消耗的少 所以它比较接近平 我这样讲 你们就合理了 对不对 就能理解 那油 绝对是寒凉 它比水还要寒凉 不容易消耗 就是要用更多的热热去吸收它 所以它更寒 了解吗 更凉更寒 但因为油常常是经过炒过煮过 所以我把它归到凉的 不是归到满的 你们也许会问 那我的麻油呢 一样 不要说是什么油 不要说你家是什么 苦茶油 或是什么橄榄油 葡萄籽油 别说这些 不是越贵就越温 没有这回事 了解吗 全都是寒凉 但是当然沙拉油肯定更好 所以我全部都寒凉 怎么会制造出来的 会变成温热呢 那根本不可能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 所以为什么重病患者是少油 我自己对油很敏感 什么如果稍微油一点 我就松痒 我胃马上就出问题 我胃初血过两次 所以对于这些我很敏感 我以前当中医师 胃初血过两次 之后开始懂得要养生 改善热 就不再复化了 但我对脂就是油 特别 麻油煮面血 我容易脏 别人可能不会 但我就行 我也是集含品质 所以我排脑啊会摆那么快 你们看也知道 对吧 我觉得有体相跟热能不足嘛 已经表现给你们看了 对吧 所以我当然 那我也是神龙式的一土啊 所以我长起来也是很准确的 了解 所以你不要再分什么油 那个油都是含量的 只是经过煮过 它比较好一点 所以有些人做叶子 在补什么麻油鸡有没有 不是油在热 也不是鸡在热 是里面有姜啊 姜在热啊 你要搞清楚啊 好 这个就不再多谈了 所以我还谈得 水中油的全部含量 也许你们又会问我 那鸭子也是水中油 为什么中间吃姜母鸭 对不对 不是鸭在热啊 姜在热啊 你要搞清楚啊 这个都要分清楚 所以水中油的也是含 所以你要是可以 但要懂得加怎样调味料 所以还是重点 煮过的东西要懂调味料 好 茶 茶 茶油跟生茶手茶 对 生茶属寒 熟茶属凉 就这样分 红茶 凉 绿茶 寒 寒 土耳茶 凉 那但一些生茶 就是寒 就不要说了 所以喝茶也不是好习惯 我跟你们讲 不如改淡姜汤 所以很多寺庙他们思路是不动 还在奉茶 应该奉姜嘛 要不然他们吃素 很难得能够吃到很温热的 那又不懂得 那就更惨不懂了 水果 不像寒就是凉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有什么水果是热的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还要跟我变吗 甜就寒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很多重病患者吃榴莲就不舒服 榴莲 了解吗 一般人不会 榴莲我是把它堆到底啊 还没有到 为什么 它水分少 没有像熔眼液滋那么多 了解吗 熔眼干 什么味道 甜 甜 所以我把它味道比较偏凉 为什么 因为它经过晒干 起码比那个熔眼 晒下来生死的时候 还要好一点 但还是很凉 所以为什么你将 要改变味道加熔眼的时候 事实上是已经把那个药性怎么样 减弱了 但是好喝 真的啊 你们突然间生意吓死太早 我听不清楚 好啦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骗了 反正你们不可能 那几书一样是温乐 我看 可这样保证 所以对于水果 我只有一个是净 尤其重品 通通不能吃 因为你不可能拿去煮 你有没有煮过酪梨 没有啊 关节当然有人煮 但煮出来我接近 我可以说 如果再懂得加一点加 那些汤 就会比较平过分了 了解吗 但如果你不加 顶多就是顶多啦 就是几乎而已啦 不可能到温了 了解吗 然后我换很多水果 我说根本不可能煮着 如果你们都有经过煮过 那我大概 我还可以考虑 比如说你们要吃西瓜 你们就切块 然后下去熬 然后再加一点姜片 那这样要喝就可以了 这样一定很安全 那你们这样还要喝吗 不要啊就算了 就不要吃了 我的意思就是 让你们绝望啊 花生坚果类一般是平的 炒热的吃 热热的吃温的 但你凉凉的吃 我认为平的都可以 我这样你们理解了吧 所以你看姜汤 它热热的喝是温热的 你凉凉的吃 它就没什么雕效 可能就平了 因为你身体还要消耗热能 把这些寒凉怎么样 转化为热 那就要消耗热能 所以它是这样来的 奶绝对都是偏凉的 反正水类 水类都是寒凉的 那你热热的喝 跟凉凉的喝 会有没有不一样 会 如果热热的喝接近平 只能说接近而已 但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 除非你又煮过 加姜调味料 那我就相信油起来平温热 你们不可能这样好的吧 姜王贵呢 姜王跟姜 他是这样姜王贵 然后姜王的热性又没有姜 姜温热 那你干嘛去花大钱买没有温热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不嫌姜王 那你们就问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不要再绕固了 我都给你们最好的 赐好的我全部淘汰了 那你们老师问我那个赐好的有什么意思呢 最后谈酒 酒是寒的还是热的 寒 热酒寒还是水果酒寒 是 你们反正乱猜也没有寒 我就直接讲 热酒 因为酒在寒是寒在酒精 你不信你把酒精不管药用或使用酒精插在身体 什么感觉 非常凉 然后近期震寒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拿热酒到山上要保死在身上 那根本就是在拼动自己 快动里寒 那不是死的快 是不是 所以酒 为什么喝酒的人最害最可怕 那你水果都敢睡 对吧 路中间他就躺着睡 那什么都不怕 只要喝酒了 不是壮胆 是怎么样 脑袋不清楚啦 你不要说喝酒壮胆 没有这种壮胆 是乱来啦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消耗热 非常严重 所以喝酒的人开车就特别危险 放开了 为什么 他控制不了 那你就知道 寒凉能做到这样子 只有酒能达到 那你就知道 所有里面最寒的 就是酒 一句话 所以酒绝对是伤害的最大 所以你们有的这个概念就知道 中医有补药酒 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概念 错 绝对错 我就把它推翻你 所以不要再泡什么 端做补药酒了 你就好好的煮出来喝就好了 了解吗 好了 静下心来 把后面的演练完 我后面的都写得很精彩 由于寒凉性药食皆需仰赖身体的热能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发挥其效用 对轻症及体力上加者 适量服用固然无法 但对重症或体力较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而衍生种种后遗症 是不适宜的 故寒凉性药食是否可用 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 及症状之轻重而定 若服食后感觉不适 或体力变差 说明热能已经不足 食之有害 应当减停 敢以增强药食之温热性 及加强运动来补救 若以身患重症或体力虚弱 则应少食甜、酸、酒、冰品、海鲜 生冷蔬果、水果酵素、人造维生素 及含量性碱性食物 如柠檬、葡萄、龙眼、猕猴桃、茶、醋、海藻等 并少依赖药物 避免接种疫苗 日常饮食 以少水、少油、少盐、少加工品、少转基因食物 多温热性药食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温热性药食虽可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但若无按推原始痛点 即便用对内热源 也不一定能使他处体伤所致致病症消除 此外 服温热性药食若出现症状 或因原本就有体伤所致 或纯粹是温热性药食过量、过强 造成体伤所致 不论何种情况 此时皆因按推相对应原始痛点 病症若解则继续等量服用 若无按推配合或按推无效 则需解量、解淡 此节说明 从因改善病症 内治法的保健 必须配合外治法的医疗才行 三、外治法 外治法主要是为了解除症状 所有外治法中 除温敷的作用 是改善体力属保健外 其余皆属医疗 并从治疗位置的不同 可分为从果解除症状 与从因解除病症两大类 从果解除症状 是直接处理患处或异常形态 但如此处理 不仅对身体破坏性大 还违反他处体伤 所致病症 不能从患处下手的禁忌 非治病善法 从因解除病症 是处理他处体伤 其关键需避开患处 找到压痛点 尤其是距离患处最近的压痛点 按推此痛点 既安全又速效 是解症捷径 由于从果或从因处理 都会消耗热能 故为巩固疗效 外治法的医疗 必须配合温敷 温热性药食 及其他指保健措施才行 所有的外治法手段 与内治法一样 不论是属医疗还是保健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比如感冒 用暖贴或棉被温敷 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趋风寒 杀病毒吗 如果能 把他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 清心无毒了吗 又如头疯痛 用木棒或手肘按推 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趋风止痛吗 如果能 加剧多木质 且手肘在身 为何还得头疯痛 再说按推拍打 如果有效 那么眼睛痛 若按推臀部 会不会如隔革骚痒 还是直接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故手术 针刺 按推 拍打 温敷等外治法 就如同药匙等内治法一样 都只是一种源 不能说有治病效果 否则也犯了气阴痰原 而说原治果的过失 总之 内治法与外治法 都只是原 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若要解决疾病 终须内求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原要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 来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的果 由此可知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原 同样 原要影响果 也必不离因 单一原 无治病功效 好 我这里 就从因缘果把它说清楚 做最后的结论 内治法与外治法 有没有治病的功效 有没有 没有 它只是顶多就是一个助言 帮助我们身体怎么 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的功效 而真正能治病的是自己本身 这个才是重点中的重点 但是我们现在的医疗都夸大 都叫人家说 哎呀什么要人治病 什么方法人治病 有没有 这个都是教我们已经怎么样 往外求 但原始点刚好相反 教你们怎么样 往内求 把自己搞定 所有病都能解决 然后从因缘果来把它拆解 所以真正的第一 没有任何的也能治病 真正能治病的是身体本身 那你如果让身体完全归 这些当然也有关系 我们不是说它完全没有关 但它一定要配合身体 它才有 要不然此人你为他要 他也抹不起来 一样不能运作 有言无因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一个果要出现 一定要因缘俱足 果才会改变 你做善事一定会有好报吗 怎么回答或是乱 不一定还要因缘俱足才可以 那你可能在布施的过程中 就被车子撞了 不代表说你做的三四次有错 而是你的怎么样 言还未拒绝 还没有善的出现而已 就好像做外事 他怎么还逍遥法外 还在吃喝玩乐呢 你看了就有气 为什么 因为他的证据还没有被挖出来 如果他的证据被挖出来 违法的一些事业都已经被急证了 那他就是因缘俱足 果报献减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善有三罢 恶有恶罢 不是不罢 时候会大 时候一大 一切都罢 所以因缘一定要俱足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眼 都不会产生果 只有要因跟缘俱足了 果报才会写 所以你怎么能一直强调 外言有多好的治病 然后我们要去追求什么 那个都是邪说 所以我说你们学一定要懂得智慧 不是 这个等于这个 不能用这样等到 一个 我说光一个眼睛的功能 它背后要有怎么样 各种因缘才能看得到 你怎么能说单一的因错 或单一的言错 了解吗 或单一的组织器官错 这个都不能成立 好 刚讲的 这些都看得懂 好 我们继续把它念 4.总结 保健虽然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本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但它不能直接快速有效地 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解决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所以不属医疗 但也不可因此忽视保健的重要性 因为体力虚弱与组织受损 之所以能治愈 也是靠自身热能不足的改善 体力的增强而修复的 所以 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对热能较弱 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 不仅疗效难以持续 还可能危及生命 可见 治疗疾病 保健的配合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治病离不开保健的配合 因此为了保病增寿 及提升原有疗效 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之 虽然保健得当 也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让疾病消弭于无形 达到上宫治未病的目的 但为了直接快速有效地解决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 故医学的实践 必须医疗与保健并行 内治与外治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唯有如此 医学才能真欲完善 真正达到守卫健康 延长寿命的目的 很多疾病是错误生活习惯所造成 不可能单靠医疗就能解决 何况要防治疾病 体力是关键 因此当务之急 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 融入日常生活中 教导民众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毒等 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暖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等保健方法 确实把体力锻炼好 如此才可预防疾病发生 有了好的体力 即使遇有疾病 也不需担心 只要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脂 就能很快获得改善 这样简单易行的生活方式 才是远离疾病 保障健康的最佳途径 也只有如此 人人才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